這個不能問我們不專業的人啊 我們不懂啊 不是因為他是本土天王 有本土案例就來問他了 臺灣本土疫情連環報 連演藝圈也難逃確診案例 三第八日就在臉書 發出快篩陽性的照片 今天本來要錄影 這陣子大家都很謹慎 每一場工作前一天都有快篩 沒想到剛剛起床快篩陽性 心裡非常非常自責 為了不要有任何感染機會 已經整整三天沒有出門 居然還是中標 實在沒辦法 只好暫停所有工作 影響到接連三天節目工作 非常非常抱歉 我正跟先生去醫院PCR 接下來會在家好好閉關 希望大家都多保重 關關難過關關過 Sandy經紀人也表示 其實Sandy每天都會快篩 昨天篩了還是陰性 今天早上起床覺得喉嚨癢就篩 沒想到就出現陽性 而Sandy本來預計 今天有個新節目錄影 星期一錦鵬錄小明星大跟班 星期二跟炎亞倫 唐啟陽一同出席 36題愛上你錄影 和記者會也都將分工取消 我那個時候真的是 晴天霹靂 差一點整個人變晴天霹靂 霧帶戲 由於Sandy快篩陽性 於是乎記者也致電 關心吳宗憲的狀況 憲哥秀書快篩陰性照表示 沒問題 我們每天都有快篩 台灣最需要的就是快篩 自己要給自己明確的匡列 愛護自己也照顧別人 娛樂動新聞 大家都要健康喔 報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洗擦 什麼 那麼 receptors 廢物 廢物 廢物